市長已經卸任兩年了 好 市長也上任一年住我 他自己上任之後沒有要求改善 然後現在又要把他甩鍋給前朝嘛 負點責任吧 怎麼看大巨蛋前天發生了那個 座椅顏色吃球的爭議 講話說白色座椅是柯文哲 2022年時期安裝的 會不會覺得講話已經上任一年多了 到現在都還在甩鍋 因為他自己昨天也講說他上任之後 也建議遠雄加裝一套 遠雄似乎好像也是沒有改進 這個我們是BOT的合作廠商 但是同樣的BOT的廠商的內裝 不可能由市政府適事來管理 市長已經卸任兩年了 然後市長也上任一年多了 然後這個事情 在他發使用執照之前 其實包括當時我記得 市議會都有提醒 然後他也說要改善 他自己上任之後沒有要求改善 然後現在又要把他甩鍋給前朝嘛 負點責任吧 市長的態度是說 其實這個座椅顏色在2022年7月 柯市府的時間都已經定定了 那你怎麼看他這樣的說法 會覺得要甩鍋嗎 我先說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特別送了一個鍋子給蔣萬安市長 希望他針對大巨蛋這樣吃球的問題 全世界遠雄採用的獨一無二 全世界唯一的棒球場用白色座椅 來當作一個球場的主要設計的視覺 一定會造成球員的安全 甚至比賽判決的這樣的爭議 果然在昨天發生以後 蔣萬安也承諾說應該要一肩扛起 沒想到今天又用這樣甩鍋的方式 這種間接暗示應該要讓柯文哲負責的方式 其實是比較不負責任 大家都擔心的是未來球員的安全 以及球場 是不是能夠符合國際規格 來申請國際賽事的標準 以上種種才是真正的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把問題甩鍋給柯前市府 我們看的遠雄現在好像是肆無忌憚 有恃無恐 如果未來在台灣的知名球員 因為在大巨蛋吃球而導致了一輩子的運動傷害 你遠雄市政府負擔得起嗎 今天這已經不是灰犀牛 這可能也是黑天鵝 請蔣萬安市府不要再把它當作 藍綠白政治操作的遊戲 也請遠雄不要再躲在市府後面 好好勇敢的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這樣的白色幽默一點都不好笑 我們的打者之眼 你自己在1月的收信區就說過應該要調整 教育委員會5月的時候進去看過 也發現他的打者之眼調整的真是沒有誠意 市長能不能先承諾我 打者之眼的部分 不要讓遠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可以嗎 不會的我們一定會依據專業來做判斷 市長能不能承諾 我們至少像議會同仁也有共同提案 我們找美國日本其他專業的人才來台灣幫我們檢視這樣的巨蛋 你做得到嗎 可以我們其實跟原報告已經有規劃屆時會請專業的人士 包括國外的專家 甚至職棒就是很了解職棒場地的專家 實際來大巨蛋看 那同時剛剛談到就是座影 顏色可能會吃球的情形 其實我那天去看也提出來 我們也會邀請透過棒鞋以及球隊來實際的來操作 打擊測試等等 來看是不是有需要改善 如果有需要改善 我們就會來做 大家好我是黃光琴 歡迎每週一到每週三的 中午12點到1點鐘 準時鎖定會流新聞網 YouTube頻道 和我們一起 中午來開會